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来自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 天佛我们赞美你 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 单单地仰望你 主啊你为教会舍命 你的心意要得出一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毒 来自借着你的真道来解禁 主啊你把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 心腹的意向放在我们心里面 好像我们能够像当年的 这些清教徒 他们甚至舍命 为主受苦作奸 被逼迫 就是为了要建造 看见你自己荣耀的教会 没有任何的玷污 主要使用我们 医生把这样一个荣耀的意向 放在我们心里面 传福音 建立荣耀的教会 心腹的教会 我们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需要看一些历史的背景 就是英国的清教徒运动 或者说英国的革命 是在怎么样的背景 跟环境里面产生的 那我们都知道 今年是 纪念马丁路德改教500年 那我们知道 这个改教运动 不单单在德国 在欧洲 其实有个更重要的神的安排 就是这个改教运动 影响到英国 英国虽然在非常艰难 在政府 君王非常严厉的逼迫之下 差不多用了110年 才能够把整个翻转过来 现在整个欧洲的旧教 可以说是完全放凉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有机会去过欧洲 参观欧洲的这些教堂 很多都变成什么 博物馆 音乐厅 甚至餐馆 因为它没有钱 去维持那么大一个建筑物 很多都是展览厅 整个当年马丁路德 在欧洲的改教运动 好像经过了500年 已经完全的放凉 现在我们真的感谢神 神透过英国的改教运动 英国的新教徒 把这样的一个改教的精神 带到了美国 所以美国的基督教 基本上是建立在清教徒的这个道统 然后我们真的感谢神 欧洲这一篇没有了 但是现在神还保守 美国的教会 虽然也受到很多的攻击 伤害新派神学 成功神学 医治神学等等的攻击 但是感谢神 美国的教会 还是有一定的生命跟能力 是在这个清教徒的这个道统 跟保守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 究竟当年的清教徒运动 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跟情况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图 当你看到这个图 往下面的就表示呢 是属于天主教的这个重点 像亨利八世 他基本上是完全 保守这个天主教很多的做法 礼仪在他的所控制的教会 就是圣公会 那他之后是他的儿子 Edward 是做了不到大概十年 然后跟着他的另外一个女儿 Mary 就是完全呢 也是走天主教的路线 往下走 Edward大概 有这个 这个六八年 有八年的好的光景 然后跟着就到 伊丽莎伯 差不多有 快五十年的统治 那他比较 综合的这个基督教的路线 但是还是有很多教会里面的 需要改革的地方 所以 是算是 Toleration 是对基督教 相当的一些的 接纳跟抱拥 但是改革的很不够 所以清教徒的这个名字呢 基本上是在1560年左右 正是在伊丽莎伯 做女王的时候 这些教会里面的传道人 他们觉得不够 所以 还是要继续的洁净教会 就产生了清教徒的这个名字 跟着 到James 那么我们一听到James 我们都一定会想到 一本什么圣经 King James Bible 就是在他人类 所批准 所翻译出来的 他基本上是比较偏基督教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他之后就是查理斯一世 那么查理斯一世 你看他 他就比较 更少偏向基督教 甚至呢 想把很多天主教的做法呢 又要带回来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 英国的内战 内战之后呢 就是 Oliver Conwell 这个清教徒的将军呢 都把他打败了 然后他就 他就说了 Protector 就是当政 等于说 一个 一个总统 但是很短的时间之后 就是 查理斯二世 当政 那么 其实查理斯二世 就更 更反对基督教 但是还是保留一些基督教 原来 这个Oliver Conwell 所做的事 真正 完全的开放呢 是到了1688年 我们叫做荣耀的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 那么 才能够 真正的 在英国呢 产生这个宗教的自由 那么 同时呢 政教 是基本上是分开 对 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那么 具体的 我们来看 其实在 清教徒 受到马丁路德 影响 要改教 更早之前 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讲义 就是 这个 约翰 Wickliff John Wickliff 他是14世纪的人 所以 比马丁路德 还要早了一百多年 那么 这位英国人不得了 他在14世纪的时候 已经 看到 当时天主教的 败坏跟错误 这个powerful 我给email给你们 没有问题 我告诉秘书 已经提出 教王 不应该是 绝对的权威 唯有圣经 才是最高的权威 Only the Bible 甚至他 已经提出 反对天主教 对这个 望弥撒 这个 丙的 变直说 他觉得这个是迷信 不应该有这样 一个变直说的 一个说法 好 我们以后看 再研究一下 这个椅子 怎么弄 这个挡住 OK 我们这边有很多空位 我们应该今天坐过来 所以这位 John Ricklett 就发现 圣经很重要 当时整个的天主教 中世纪 他们只读一本圣经 读什么圣经 拉丁文圣经 Vogate 五家大日本 根本 凭信徒 甚至连很多的神父 都看不懂 愚民政策 所以John Ricklett 就 努力地 要翻译圣经 也就是他当年 所翻的 这个圣经 新旧约圣经 那他所翻的时候 你注意 是中世纪的英文 Middle English 你读这个东西 你根本 读不懂它是什么 这个是创世纪 第一章第一节 不晓得是谁 希腊文 还是谁 看不懂的 这个是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但最少 那个时代 英国人看得懂 把 拉丁文的圣经 直接翻译成英文 然后拉丁文圣经里面 一些比较误差的地方 翻译得不太准确的地方 他也把它调整 而结本圣经在当时呢 在英国 其实是秘密 在 甚至在欧洲 秘密地在 在 在抄写的 到现在呢 他们呢 韩保留了 在全世界找到 两百五十个抄本 你知道你找到 一个抄本呢 你知道卖多少钱呢 都在去年 找到一个抄本呢 卖多少钱呢 美金一百六十九万 你就发财了 你就知道这个抄本 是多 多宝贵 也知道在当时 其实是 满 很流行的 你看隔了那么多年 快 在七百多年了 八百年了 在 韩保留 现在有两百五十个抄本 所以 这个John Wycliffe 被称为 Morning Start of Reformation 是改教运动的 一颗诚心 在马丁路德 改教运动之前 快两百年 出现了 其实他很多的讲论 影响了 马丁路德 英国开始 那么 因着他 对圣经 的这个看重 是第一位 把这个圣经 翻译成英文的 英文 虽然是古老英文 文言文英文 没有人听得懂 看得懂 我们现在 所以 用他的名字 建立了 现在全世界 最有名的 什么 威克里夫 圣经翻译 是 Viculate Translation Bible Translation 那我 1984年 到Vasmincer 读书的时候 就认识一个 从香港来的 年轻人 我还记得 他名字叫Alex 他的负担 就是要读完神学 去参加 Viculate Translation 专门去翻译 一些 全世界 很小数民族的圣经 所以这个 圣经翻译会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 去年 张明仙牧师 也跟我联络 他说 这个圣经翻译师 跟他联络 就是希望 在云南 还有些小数民族 没有他们的圣经 所以 也要 就是这个 Viculate Translation 希望透过 张明仙牧师 能够跟当地云南的一些的 同工 可以 小数民族 有些人落 所以这个翻译 圣经翻译非常重要 到今天还是影响了全世界 那么 第二位影响英国的改教运动 就是这位 William Tindale 中文翻译 他被语为 Father of the English Bible 就是英文圣经之父 因为原来的 Viculate所翻译的是什么 只是把拉丁文的 翻译成英文 天主是真正进入希腊文 用当时Erasmus所编的 希腊文原文圣经 才出版了几年 要参考 希伯来文的原稿 它是第一位从原文 重视原文 回到原文 翻译第一本 英文的圣经 当然 新约圣经是它 所完全翻译 旧约圣经 它大概只完成了一半 另外一半是它的同工 叫Miles Covetil 帮助它完成的 在它死之前 而出版的 那么 在这里提到了 1535年 就印刷了整本的圣经 那它是1536年寻到的 那这本圣经呢 非常影响 有影响力 因为之后的英王清定本 Kentje's Version 里面的 新约的部分呢 他们分析呢 大概有90%的句子 都是完全 跟天流的新约 圣经一模一样的 也有人分析大概 可能到83% 但是 你就看到那个比例 后面的圣经 包括Revise Standard Version 有75%的句子 在新约圣经 是从天流 是从天流 Bible出来的 所以你就看到 这本圣经的影响力 那么很可惜 它在1636年10月6号 被它 一位同工出卖 就在这个 布鲁塞尔的这个城市 叫Andward 就被天主教抓了 先把它热死 然后再把它绑在这个 佛柱 示众 来焚烧 在他被热死之前呢 他做了一个祷告 被人记录下来 这个祷告就是 主啊 开英王的眼睛 因为是英王跟天主教合作 派这个密使 到这个布鲁塞尔 把它抓起来的 Open the king of England's eyes 很奇妙 神真的垂听他的祷告 居然在两年之后呢 英王呢 亨利八世 批准 在每一个的教堂呢 可以放一本 英文的圣经 叫Great Bible 这本圣经 很大 印刷的很大 要用这个铁链呢 锁在讲台的 所以 很珍贵的 那么只有传道人 圣子人员 才能够读到这本圣经 很大本的 那这本Great Bible的 内容呢 居然大部分 都是Tindu Bible的内容 所以 Tindu虽然寻到了 但是 因着他的牺牲 他的摆上 神的话语 就在英国 开始传播 那我们要看这个 关键的人物 就是 这个英王亨利八世 他在位38年 从18岁就作王 那么 为什么他1536年 要脱离天主教 让英国的教会 不再受 教王的统治 什么原因 其实 亨利八世 是在教义上 是非常支持天主教的 所以他写了 一本书 攻击 马丁路德的改教的错误 那为什么 他要脱离天主教 第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看他的妻子 总共他一生 有六个比较有名的妻子 那第一位 谁在最下面 Catherine Aragon 她要把这位妻子修了 但是呢 教王不批准 那当然有很多关系的 因为这位妻子呢 跟天主教 有很亲密的 这些 这些姻亲的关系等等 一再的申请 要离婚 离婚的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 他没有生儿子 将来没有人继位 没有王 的话 这个国家会乱 所以到最后 这个亨利就只有 用一个非常决烈的方式 就是跟教王一刀两断 你不要管我英国的任何事情 当然其中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钱的原因 天主教从英国得到很多的这些的 赦罪券 捐款 拥有很多地啊 等等 所以 跟天主教一刀两刀 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 他来做 教王 他喜欢怎么做 就怎么做 他变成新的教王 然后这个教会就叫做 Ankiken Church 是Ankiken的意思就是 英国的意思 Ankiken 那中文就翻得像圣公会 圣公会 我们在香港 我在香港住的时候 就好多这个英国的圣公会 Ankiken Church 那么 他 就把Catherine修了 那修之前呢 他生了个女儿叫Mary 这个女儿要注意 我们等下要解释 后来也成为英王的 跟着 他就跟Annie 结婚 就生了 Elizabeth 后来也成为英女王 但是呢 亨利这个人呢 是非常疑心病的 也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他对他的妻子 也不信任 觉得他有淫乱 等等的事情 就把他什么 behead 把他杀了 然后就娶第三位 第三位 Jane 就找死 不是他害死 找死 可能病死 第四位也是叫Anne 也说跟他离婚了 然后第五位 也是怀疑他 也是把他杀了 到第六位 Catherine 所以 取了有名 有名字的是六位 可以看到 Henry 其实是非常的败坏 但是他前面 这三个妻子呢 刚才忘了题了 Jane给他生了一个什么 儿子 Edward 后来就是继承他 作王的 Edward 叫做Edward 第六四 很可惜 是统治了英国六年 从十岁开始 那么帮助这位 小王子 小君王的 父政大臣 基本上都是基督徒 所以 就通过了 在圣公会 有两个重要的 资料 一个就叫 Book of Common Prayer 就是 祷告文的书 那这个祷告文呢 是包括 这个崇拜里面的程序 要祷告的经文 你自己灵修 敬拜神的经文 就是教导 基督徒 怎么样正确地祷告 很可惜啊 今天我们 新的教育里面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怎么祷告的 比他们还要祷告的 他们最少还有一个 Book of Prayer 祷告文 教导 基督徒 为伤痛人 怎么祷告 你家里有人死亡了 应该怎么祷告 注意此类的教导 你怎么祷告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 Forty Two Articles 42条的基本教育 里面居然有提到 阴行诚意 所以 马丁路的改教的 精神 基本上 就是在这个时候 打进了这个圣公会 那么 更重要的 他们把这个 主日的聚会 不叫做 忘弥撒了 原来叫Mas 就给他改名 在Book of Prayer里面 Common Prayer里面 改成 Holy Communion 是圣参 而且 一改天主教的做法 天主教 其实圣徒 在参与这个 弥撒的时候 这个圣参的时候 只能够领饼 不能够领悲 悲只有神父自己领 但是 在那个时候 在Ever做王的时候呢 已经把基督教的要素 放进来了 圣参 饼跟悲 基督徒可以同领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领到饼跟碑 你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 很艰苦的 挣扎 才能够让我们领到饼跟碑的 好 我们再看下去 有一个对照我们的讲义 那么 Mary 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看到讲义吗 叫Bloody Mary 因为他完全推翻之前 他的兄弟 Edward 王的 所有 基督教的做法 完全把天主教的 内容又带回来了 而且 低波 里面 很多的传道人 所以他 最少 杀了三百个传道人 三百个传道人 寻到 300 Martin 有八百个传道人呢 都是 要 逃离圣公会 你不服从 你不 照着天主教的做法 你不去 竹岭望弥撒 你不要 回到天主教的做法 你就要被抓 所以 逃 八百传道人 逃 那么 不晓得兄弟兄姊妹 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中国 9月3号通过 这个新的宗教政策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好好去研究 这个新的宗教政策 都有好好研究吗 好好读清楚 我这几天一直在看 发现 不是一件 对家庭教会 好的事情 虽然它里面呢 你表面上看说 你可以去民政部 就可以去注册 但是你去民政部注册 能够立案 通过之前 它前面加了一句 加了一句什么 要 特定的宗教团体 核准 你才可能在民进部 去立案 那这个宗教团体是什么 当然是有三次两会 所以 没有什么特别 反而是 订得更清楚 更严厉 对 当时 很多的 在深空会里面 要改革的 这些传道人 他们就只有逃跑 那么 也把这个 book of common prayer 取消了 这个42 article 也取消了 这些都是基督教的要素 都没有了 幸好呢 这个 很多的基督徒认为 是神的审判 它是统治了多少 五年 再多五年 就死更多的传道人 幸好只是五年 然后它之后呢 Edward Mary Elizabeth 背起来 Edward要娶谁啊 Elizabeth 那Elizabeth 把 摆了 她 这个人呢 比较有智慧 她就 发现了 她的这个 之前这位 Mary的做法 姐妹这个做法 让国家更混乱 所以她就比较走 中和的 温和的 基督教路线 那么 把这个 book 这个祷告书 book of common prayer 恢复了 这一圣公会 然后呢 也把原来的42条 恢复了 但是减少了 3条 所以就39条 重点都还在 但是呢 它还是 保有很多 天主教 原来的一些的 做法 比如说 传道人要穿圣袍 然后 在崇拜的时候 要点那个什么 圣香 一个incense 反正你就去看 这个现在的天主教 望弥撒是怎么样 你就知道 当时的 圣公会是怎么样 整个的崇拜 仪式呢 很多的礼仪 很多的这些 做法 也在清教徒认为 这些东西 在圣经里面 都没有的 在新的教会 都没有这种做法的 又拜啊 又跪啊 诸如此类 所以 虽然它 恢复了一些天主教的 利用 但是 对 很多的传道人 他们觉得 还是很多天主教的 遗读跟错误 在教会里面 那么 这些人 就要求继续的改革 所以就产生 被誉为 清教徒 就是 什么叫清教徒 One Pretifies the Church 那其实清教徒呢 就是在伊丽莎 来做 女王的时候 大概在 1560年左右 被人教杰 批传到人 叫做清教徒 那么 也叫做Precisionist 就是 Precision就是很准确 为什么叫他们准确派呢 就是 他们要求呢 在教会里面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 很准确地 遵守圣经的教训 圣经 有讲的 有定规的 才能做 没有讲的 没有明文规定 没有明文讲的 不能做 任何 你在教会里面 所教导的 所做的 都要提出什么 圣经的根据 没有圣经根据 一定要清楚 在崇拜当中 又跪又拜 点香 搞很多这些 雕像 注意此类 这些东西在 新的教会里面 没有的 都要清楚 那么 他们这种做法 基本上就是 不接受 所谓 文化的传统 因为 像路德会 其实 还是多多少少呢 受到一些文化传统的影响 比如说 教堂里面 有这些圣像啊 等等 那么 这些是文化的传统 或者一些教会的传统 然后对清教徒来说呢 这些东西是不可以的 但是很多的教会 他们认为 在圣经没有明文禁止 可以加 这个文化艺术的 这些传统 在神学上 能用一个字 叫 Adeophora 就是 这些事情 圣经没有禁止 没有明文禁止 所以是 他们认为是 无患重要的 是个文化上的 一种的 做法 那么 我几年前回到台湾 看到一个教会 在台北 居然他把那个教堂呢 的外观呢 盖成像一个庙 好像 用这种文化的认同 或者说叫 contextualization 中文翻译叫做 文化的配合 他觉得台湾人 喜欢去庙嘛 这些宗教的 这些聚会 就去庙嘛 他把教堂 改成庙的样子 那这种文化的做法 对还是不对 对很多教会呢 他们觉得 这些事情呢 叫 无所谓 Indifference Adeophora 因为圣经 没有讲说 你的建筑物 是要怎么样 教堂 那你为了 吸引人 进 庙教堂 那你就盖上庙嘛 所以 很多部分说法 好 所以解释 清教徒的 一个基本的态度 好 我们 希望 先把整个的 大概讲一下 好 英女王 伊丽莎伯 统治了快五十年 四十五年 那么 是比较一个 游和的政策 但是两面不讨好 特别是对这些 Puritans 要很严格地 遵照圣经教训 做的这些传道人呢 他们非常非常不满意的 当然 最重要的一个 不满意的地方呢 就是 伊丽莎伯 伊丽莎伯 跟之前的君王 他们呢 最要抓的一件东西呢 他们不肯放 抓什么呢 就是 君管教 听懂这句话吗 君王 意思就是 他是 不但是君王 也是教王 他要 管制 这个教会 如同任何的 一个的机构 是属于他 国土里面的 一部分 所以在当时呢 他坚持 一个法案 叫做 Act of Supremacy 就是 英王有最高的权柄 在教会里面 因为 他的君王 也是神授的 Supremacy 是至高的 比传道人 比主教 都要高 整个教会 要听命于他 所以 基本上 是一个 State Church的观念 你发现 今天我们在中国 就是这种光景 国家管所有的东西 过去管得更厉害了 连地图也是他的 什么都是他的 都是政府的 那政府是谁的呢 对不对 所以 很多问题 那么基本上 所有宗教活动 国家 政府都要管 不像在美国 基本上 在美国 政府 不可以 干预 教会 的活动 基本上 我们只需要去跟 就像任何的公司团体一样 跟民政部 注册 每年 把教会的收支 很清楚地 透过会计师 送到 这个税务局 这个税务局 报备 那就可以了 政府绝对不管我们教会做什么 不管任何的宗教团体做什么 基本上是什么 分开的 但是呢 在当时的英国呢 英王 什么都要管 所有的宗教活动 都要管 你要听命于他 Westman是什么 就是圣讨 也是清教主最反对的 就是 好像用这些外表的东西 取代了用心灵诚实的敬拜 哇 那个崇拜很fancy 很隆重 很装潢 传道人穿圣袍 然后 哇 点那个圣香 又摇又摆 然后又跪又拜 所以 为什么 清教徒的教会 或者说 马丁路德的信义会 基本上把这些跪拜的东西 都除掉 但是又产生另外一个极端 基督徒在聚会 不跪不拜 又失去了那个敬虔的味道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一些背景 今天呢 我们的聚会呢 传道人是发展的 圣徒是坐在那边好享受的 其实 以前呢 是圣徒在聚会 常常要跪拜的在天主教 我在中学读了七年的天主教中学 偶尔呢 他们把我们学生 带到这个天主教教堂里面 去参加望弥撒 要影响我们 他们聚会到一半的时候 就真的是要跪的 所以你看他们的那个坐的遗址前面呢 可以反下来 可以让你跪 有一段时间 要所有的会众跪下来的 要做认罪的祷告 那个神父就算告 一句话 然后我们在下面呢 有一个祷告词的 我们就跟着算告说 我罪 我罪 我的罪 就是要认罪的 跪在那边认罪悔改的 所以 也有他们的一些优点的 但是很可惜 他们只变成一个遗失 没有真的用心灵诚实 很真实的来跪拜神 敬拜神 认罪悔改 好 所以关于伊丽撒伯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下一位君王 那么 当时 许多的传道人 清教徒呢 对James 产生厚望 希望这个年轻的 男的君王呢 会有一番作为 的确 他让基督的传道人 在Hampton 开了一个大会 就在这个大会里面呢 通过 准取 重新 翻译圣经 就是今天我们所用的 1611年 印刷出来的 英王清定本 King Jesus Version 到今天 全世界的英语教会 都在用这本圣经 都在参考这本圣经 里面有些的翻译 的确很准确 非常好 当然 刚才你提到 英王清定本的 新月部分 大概有 83% 到90呢 基本上 是Tendul Bible的内容 但是呢 他翻译了 这个英王清定本的圣经 BOCP是什么 恢复了 Book of Common Prayer 所以表示什么 要走 基督教的温和路路线 恢复了 那么 但是 他还是坚持一件 什么事情啊 他是什么 他是教王 不但是君王 他还是教王 Head of the Church 所以当时的 许多的清教徒 没有办法 留在这样的教会里面 就分离出来 叫Separatist 看到这个英文吗 Separatist 做家庭聚会 就要真的按照圣经 建立家教会 是完全没有解释的迷信 跪拜 等等 就是基督真的是教会的头 凡是尊主的旨意 不是君王的旨意 那么特别有一批的 2020年 就带着他的弟兄姊妹 坐了五月花 Mayflower这条船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不要以为清教徒是从英国直接到这个Primus 不是他们先到了河南的 他们先到了河南的一段时间的 你看差不多1620年 所以在那边待了12年的 在河南 然后再从河南呢 坐了这条船 到了这个美国的东北部 Massachusetts 其中一个town叫Primus 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许我们有时间会去研究 就是他们在船上 当时的船长跟牧师 船道人 带着船上面所有的人 蓝丁 弟兄 在神面前祷告 立了一个约 叫Mayflower Compact 五月花之约 然后这个五月花之约 主要的内容就是 他们要来到一个新的国家 美国这个新大陆 不是要寻求 单单寻求物质的丰富 来是为了有信仰的自由 能够按照圣经建立神荣耀的教会 而且要在这个新的地方 努力地传福音 这是他们的心智 这是他们的美国梦 跟我们今天的美国梦不一样 看看初代的清教徒 他们是为了信仰的缘故 来到这个地方的 是为了可以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 不受了任何英网的逼迫跟干预 跟今天的一般人的美国梦不一样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么 之后一位君王 查理斯一世 他就开始反清教徒的运动 更厉害了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呢 清教徒呢 他们的生命 见证 努力传福音 已经越来越多的 英国人呢 变成爱主的清教徒 而且打进了各行各业 最重要的就是在 当时的parlament 议会 议院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清教徒 所以 其实清教徒就起来了 就是 对抗查理斯一世 就开始了这个 内战 从1642年到46年 打了四年的内战 是这些清教徒 跟查理斯一世 就是硬碰硬 那当然硬碰硬 也是有一个背景跟基础的 就是在军队里面 也有越来越多的清教徒 特别是刚才提到 Colin Weir Oliver Cornwell 这位天才的军事家 神给他就是 有出名智慧 每一帐都打圣的 不管他的兵有多少 英王的兵有 比他多好几倍 他都能够有办法 会打圣的 我相信是 神为他征战 有点像当年以色列 跟这些外邦人征战一样 也像这个以色列 在1967年六日战争 根本是神在征战的 所以神透过他就打败了查理斯一世 那特别大家要注意的 在这段内战时期 基本上整个的医院 大部分都是清教徒在控制 所以他们就通过了 在1643年7月 召聚了121位全英国的最有名的牧师 也让30位的议员他们列席 然后也邀请了八位从Scotland来的宗教代表 一同在一个地方叫做Westminster Chapel 我忘了把这个Westminster Chapel的照片 你们上网看看 很漂亮的一个大教堂 所有英王的案例典礼都一定要在那个Westminster Chapel里面的 他们王室的这些婚礼一定会在里面的 Westminster Chapel 那这121位牧师呢 在里面呢 住了差不多三年多 你看 43年到46年 差不多三年多 周夜 在一起 祷告 交通 要 为到这个信仰的告白 这个confession 要建立一个 过去 这个1000多年来 就是叫信仰的一个最完整的信仰的告白 从圣经论 神论 基督论 写得清清楚楚 教会的体制 治理 等等 甚至他们常常未到这个信条里面的一个字 要进食一个礼拜 那么甚至一些老牧师呢 在里面住到 不到三年 死掉了 就是完全尾身 就是一定要把一个 和服圣经的信仰告白 用不写出来 那么他们不单单出了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更重要的 他们出了 同时在 这个46年的时候 同时出了 一个叫 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 就是小 教理问答 或 小药理问答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上网去看 有中文的 在China Christian Books 这个网站都有 是以前赵天人牧师 跟北京的一些基督徒所建立的 你们有经过这个website吗 China Christian Books 一定要进 你Google这个就有了 用手机 那这个 小教理问答的这个书呢 总共有107条 都是一问一答的 以前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 我都常常用这本书 跟他们一问一答 给他们一个问题 也要跟他们讨论 查圣经 比如说他们第一题 第一题在问什么 人生 我们一种来读 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荣耀神 并要以他为乐 那英文就是 Glorify God And Enjoy God 千万不要以为 清教徒就是 很严肃的 不惧严肖的 不享受生活的 错 清教徒是非常享受 家庭生活 婚姻生活 各样自然恩典的娱乐 因为要享受神 不但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 自然的恩典 也享受神自己 他们非常重视在灵里面 与神灵交的那种享受 所以才有John Owen 所写的一本书 与神灵交 是非常有名的 当时 这本书里面有机会 可以翻一翻 我下面都有 那另外一本比较大的 Larger Catechism 所谓大的意思呢 它里面的问题多一点 197条 你们可以翻一翻 非常好的两本书 那么 同学应该都收到 秘书的那个 E-mail 我找了一些的文章 特别是其中 Chapter 7 你看到那个第七章吗 就是从Mesmith Confession里面 论到神语言立约 所以这些资料呢 都是解门课 一定要读完的 所以开始要读了 你们在别的神学院里面 绝对不会教导你们盟约神学 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所以你们好好用功 你们把这些真理弄清楚了 将来在中国教会 会告诉你 没有一个神学院的毕业生 能够像你们一样 可以把新约旧约 讲得那么清楚 什么是约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真理 好好学习 好 我们剩下几分钟 很快 这个就讲到这个 Oliver Cranville 富人科尔 他的军队叫 Lew Model Army 大败这个英王的军队 那么最重要呢 就是 在16 46年 就打败了这个英王 到最后呢 49年呢 就把英王呢 怎么 砍头了 砍头之后呢 就 Oliver Cranville 就是这位将军呢 就成为这个 保护者 叫law protector 他不敢立自己为王 你看他很近前 其实当时很多人 都鼓励他 你立为王 这样这个国家才会稳定 但是呢 但是呢 当时他的一个重要的consultant 一个树林的揭改 就是John Owen 以后我们要介绍这个John Owen 我的博书的人就是写他的 John Owen 是不要命的 用神的话 我们要回归圣经 用神的话来 警戒他 你不可以随便 自立为王的 其实神的 ordination 是神的命定 你最多只能够做一个 保护的射净王 也不叫射净王 就是protector 保护者 那么看神的手怎么样来掌管 带领这个国家 但你绝对不是那个王的造童 你不可能可以随便自立为王的 那么他接受了 然后就管理了英国五年的时间 就死了 交给他的儿子来管理 但是管不住 很快就乱了 这个是在Mr.Chop 外面拍的一个照片 纪念他 Oliver Kwanza 看到吗 好 克林威尔将军 那假如你们去英国的话 一定什么地方都不用去 最重要去看Vismillian Chapel 里面有很多的圣徒的见证 你就会想到过去 在英国十六世纪 差不多一百年的这种的信仰的逼迫 信仰的这种的复兴 如何改变了整个的国度 那么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Oliver Kwanzao 那英王查理斯二世就回来了 那么他是这个King James的 这个King James是查理斯的 这个兄弟来的 那么查理斯二世当然他就 就是大力的就是逼迫基督徒了 所以就又回到很多天使教的做法 那么之后就接位叫William III 他是基督徒的背景 他就把英王二世呢 当后来英王二世传位给James 那么他就在1688年呢 就是所谓的荣耀的革命 把这个查理斯二世的儿子James Depost James With Catholic Incarnation 然后就栓告整个信仰的一个的 叫做大荣耀 Toleration 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 所看的那个图 就是通过一个真正的Toleration Act 能够接纳所有的不同的教派 有这个信仪会 有这个Concregational Church 有Reform Church 路德会 各样的教会 都能够可以自由地安装 你们的自己的圣经的领受 来管理教会 那么不再是君王 治理教会 真正是带下一个正教分开的局面 直到今天的 好 所以我们很快地把这个 清教徒的这个 这个努力 你发现从1536年 注意这个图啊 1536年 亨利八世正式与天主教分开 开始有一点点 好像从制度上的改革 然后到内容慢慢地真的改革成功 你看到 1546年 他用了110年 但是当时的清教徒是走上一个正确的圣经的道路 他们生命的见证 做光做盐 透过文化使命 进到每个文化层面 聚上不聚下 做手不做无为 把整个国家伴转过来 所以当中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门课 特别从他们非常严格的守神的约 守持到诫命 如何有生活的见证 而影响了整个的社会 好 我们一种做个 祷告 哈利路亚 感谢观看